哈囉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上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了有關不同規格的弦 是如何影響吉他上面的音色表現 影片播出以後引發了一些相關問題的討論 所以這一集我想跟大家分享如何在不同的規格中 尋找出適合自己的弦 以及又有哪一些問題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我們要了解的事情是 弦有哪一些東西是我們要去比較的 就像上一個影片有提到 有弦法上面的不同 比如說弦星是六角或者是圓星的 又或者是材料上面的不同 它是紅銅或者是黃銅的 最後弦鏡上面也會有不同 有09、10、11、12、13甚至14 這些不同都會為音色帶來很多變化 所以我們必須慢慢的了解 這些不同的規格變化 會為音色帶來什麼樣子的不同 這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事情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弦鏡的部分 弦鏡的部分又可以分成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常規款式 常規款式也就是各個廠牌 他們會有固定的弦鏡組合 這個在官網或者是背面包裝都可以查詢得到 另外一個就是定制款 定制款又可以分成兩種 第一個是吉他明星的簽名款 也就是各個廠牌為他們的吉他明星兩聲打造的款式 再另外一個就是真的可以為每個人特製的定制款 不過這不是每一個廠牌都有 所以你可能會需要詢問代理商 或者是寫信詢問官網 接下來就到了挑選的環節 雖然這是一個非常個人喜好的事情 所以只要你喜歡沒有什麼不可以 尤其這種藝術的事情音樂藝術的事情 就是要有個人特色 所以只要你喜歡其實就可以 不過接下來我會分享我的想法 所以或許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首先我們要了解到的事情是 好的彈奏才會有好的音色 所以我們要先想辦法彈得好 這個我認為是一個首要的條件 那麼關係到彈得好這件事情 最大的一個主音會是弦鏡的部分 因為弦鏡大張力會大 那麼張力大在吉他上面的表現 就會比較不好彈奏一點點 會因為你會需要施展更多的力道在上面 你的手會很容易酸 彈奏會很困難 所以非常建議初學者或是吉他的新手 甚至你在某一部分技巧 不是那麼好的狀態下的話 我會建議你用小耗一點的弦鏡 比如說11甚至110 電吉他甚至到09 都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必須得先彈得好 彈得好的狀況下才會有好的音色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在同樣的操作水平狀態下 去測試不同的材料或者是製作工法 比如說我在10的銜鏡上得到一個非常良好的彈奏狀況 那麼我就可以依照這個狀態去比較紅頭或者是黃頭 又或者去比較內心是六角或者是圓心的部分 在這樣子平均的操作水平狀態下 去做不同種類的測試 會是一個比較準確的一個過程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就可以依照個人的喜好去挑選 黃頭比較符合自己還是紅頭 六角比較符合自己或者是圓心 接下來隨著自我能力的提升以及技術上面的進步 或許我們就可以開始考慮往出一號銜鏡的方向去做測試 當然並不是說出的弦聲音就一定比較好 而是像前面提過的 弦比較粗 它一定會在某一個程度上面影響我們的彈奏 影響我們的表現 所以當你換上出一號銜鏡的弦的時候 去做測試的時候 不要忘記給你自己一點時間去試音 讓你自己有辦法在同樣的操作水平狀態下 去感受 初一號的銜鏡 是不是真的能給你的音樂帶來更美好的表現 是不是能在你的彈奏上面帶來更美好的成果 這個是我認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重要 但是大家卻常常忽略掉的事情 那就是不同的銜鏡 確確實實的會影響其他的狀態 因為不同的銜鏡在吉他上面有著不同的張力表現 不論是粗的銜鏡 或者是細的銜鏡 在吉他上面一定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 所以當你換上一組新的銜鏡一段時間以後 可以的話 最好帶著你的吉他去找師傅做調整 而這個調整 有可能會是很大量的 有可能會是很小量的 這個可能會需要你跟師傅去做討論 這樣子的調整 不只能讓你的吉他跟適應這樣新的銜鏡 它更有可能讓你的手感變好 讓你的吉他狀態音色變好 是一個非常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總結下來 我推薦先從較小號的銜鏡開始著手測試 先穩定自己的操作技術了以後 再進一步的去測試 黃銅跟紅銅 六角跟圓心 測試自己到底比較喜歡什麼樣子的材料 或者是工法 接下來隨著能力的進步 再慢慢的去測試不同的銜鏡規格 最後可以的話 帶著你的吉他去找師傅做一次完整的調整 這會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也再次強調 我提供的只是我的方法 它不是絕對的方法 音樂正是因為大家有著不同的喜好 才如此的豐富美麗 所以你又是怎麼樣挑選銜的規格的呢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分享討論 我是董傑安 我們下一集見